Hello 大家好 我們618小學雞雞 我叫芬仔 Andy 今天我們想說一些名人出的NFT 而是我們都覺得都是挺新穎的 就是他們有不同的玩法 第一個我們想說就是Lade Down 就是這個杜汶澤出的那個NFT 那個青蛙仔 一開始的時候 他都已經是說了說 會有一些 是white list 是給他自己本身 Ungenius Bar的會員去買的 然後他就是有6594隻這個青蛙仔 我們也是用那五點去分析 第一個就是藝術層面上 我個人個人就覺得很一般 是不是這個NFT市場喜歡的東西 或者是多數都是在走 要不就是很美的韓風 要不就是一些比較恐怖風的時候 他這隻似乎就好像 好像跟市場有些脫勾 只是早期他們出一晚 就是用AI去掌握不同的屬性 因為現在新的NFT就很有心機 他們都開始不會走這個路線 所以如果純粹以設計來說 確實是差一點點 是啊 跟第二樣就是他的社區 如果他的社區來說 我也是覺得稍微是弱的 因為你如果看到他現在有12000多人 在他的Discord那裡 那只有1500人在線 而且他是沒有什麼去說 他們那個真的NFT是怎樣走路線的 那我就覺得又是一般了少少 而且多數買這隻NFT的人 都是他本身Genius Bar的粉絲 我看到 因為你可以看回 他現在在OpenSea那裡 那他出了就是剛才說6600隻 但是那個Holders是2.7K 那就是說其實每人 起碼是拿著2至3隻 那我就覺得那個市場 就好像比較小一點 那還有真的他的粉絲才會買 那所以他那個Discord裡面 討論那個社區來說 都是圍繞著 就是你當他們已經是一個很近的社區 嗯 因為之前我也有去看一些 台灣的NFT社區 進去看他們 又討論動盟渣這隻 那其實他也有說 純粹以NFT的角度 就真的未必會買 因為他們覺得沒有什麼後續的一些 環境是關於NFT 比較像樣少少的一個後續 那所以其實大部分 其實都是他的粉絲 一些比較支持者 去購買這件事 那如果譬如你當是一個支持 我覺得都ok的 但是如果純粹當投資 就可能未必說 在我個人角度就覺得一般 是啊 那還有你剛才都說得很對 我們第三點都是說 他的usage 和他的road map 那我們看回他的網站那裡 其實都有一點點說到 說他的road map 是想怎樣走的 那你就會見到 他那個出售之後 那他就會說 在有以太坊基礎的元宇宙 那就是以ETH為主的元宇宙 那就是去買地 和興建Genius Bar 那這個又是 就是我自己個人 就會覺得是比較 滑餅的東西 對 沒錯 然後就說一些代幣 就是去做一些late token 那這些就是 叫做一個自己生成的虛擬貨幣 但是你自己做一個虛擬貨幣 是很容易 但是如果要去上 譬如說比較大的平台 好像是币安那些 其實他的手續費等等都很高 門檻都比較高 那所以這個我也是覺得 比較不是觀望性太高的一件事 那之後呢 他就說 會搞一些女團的選擇賽 然後 然後 NFT寫真 那這些來講 我覺得是值得賣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 是的 只不過是 好像跟這隻NFT 又不是太大的 最欲勒的東西 對 太大的富裕 如果你說我個人這樣看 你說杜汶澤很了解NFT 他未必的 不過他很了解Fancy 和可能男生的口味 也OK的 沒錯 然後最後就是說 在元宇宙會有Genius Bar 然後他會去舉辦派代 會做BindHander 這個也是可能是比較 比較Farfetch的東西 就是比較後期才會出到的東西 所以 又是賦予他這隻NFT的價值 我就覺得是比較少 嗯 然後 我們最後就說團隊 如果你說團隊的話 杜汶澤本身 作為一個生意人 我都覺得他是有想法的 他也會認識很多 有實力的人去幫他 我覺得 但是他會不會說 會爆升呢 我就覺得不會 你說他會不會是一些 垃圾project 他走路呢 我也覺得不會 所以 他一定不會走路的 但是就未必是一個很強潛力 拿來投資的NFT 沒錯 然後第二隻我們想說的 就是這一隻 MEN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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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其實 這是周國賢推出的 其實MENOMI 他那個日文的意思 是解身之身 其實跟他新推出的歌 《身後身》 其實他說是有關的 其實他推出 他就在 2022年2月22日 22時 22分 在OpenSea推出 他跟其他一些 藝人推出的NFT 有一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很多人是做一個官網 給大家上去MEN 可能有準備一些白碼 那些東西 周國賢這一隻 他就沒有的 他純粹直接放在OpenSea 給大家一起去買 所以一般藝人 他們 有些人可能叫Caps 難聽說 我覺得可能是眾籌 其他藝人 但是周國賢這一隻 我個人覺得不是的 因為他只推出了33幅 他真的要花時間去畫 因為他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說其實他跟朋友說 一些畫畫的東西 他說不如搞NFT 剛巧在場有朋友 認識NFT 他真的要花時間去畫 那樣東西就放上去 他每畫一幅的時間 其實我看他的畫 因為他說他當初要NFT 一定是一些Pixel的畫 發現原來其實不是的 純粹就是 任何形式的藝術品都可以放上去 那之後他就做了這件事 他本身公開賣的價錢 是0.33mph 那現在throw price 其實都去到1了 如果你說投資的話 純投資角度 我覺得都是OK 因為他是一個 真的要花時間 花心機的畫 其次我相信 加上他賣得這麼少 其實支持 真的是一班粉絲 如果他是想去眾籌 CAPSE 其實他大可以是 一個屬性 一路推出 就給大家去瘋狂賣 但是他沒有 他真的賣得很少 而且他33本裡面 還留了一幅給自己 就是ID1那個 那那個owner 就是他本人 其實他這次 他的畫裡面 他的作品 他想帶出就是說 在不同時空中的自己 一直都支持自己 這是他親自畫的 還有他覺得教這些畫 就不同 是在紅館開演唱會 因為是不需要有場地限制 他放上去 大家隨時都可以 想去欣賞 想去看 想去買 那他這一次的項目 其實是one off的 他都沒有說 買了一些畫 有什麼後續性 他講得很清楚 他沒有想著 買了MT 可以去買票 或者有什麼 他沒有想到 純粹是 做一個藝術品 給大家 大家去收藏 所以如果我們 也都用純藝術來講 其實他這個是挺偏門的 就是他這個 無論是畫風也好 就是他那個做法也好 都是一些比較偏門的東西 但是 就是因為他這麼偏門 所以我又覺得那個 就是如果是真是粉絲 可以支持的話 我也覺得其實是值的 因為 也都他那個唯一性 也是 真的33本 都是他自己畫 嗯 真的是唯一一幅 是 就是如果你純粹 就是我不懂畫畫 但是如果純粹觀想角度 我覺得都挺漂亮的 其實都 就是每一幅都很特別 那他未來 他就希望可以在實體畫 電子創作和歌 看看能不能結合 嗯 但是他 就是現在這個 他這次這個NFT 真是純粹一個突發奇想 他說是一個緣分 所以其實 so far就沒有說 打算再有什麼 的再進一步 那接著呢 我們其實想講 一隻 我個人覺得很有趣的NFT Project 是一個台灣的廚師 一些VR的導演 這些藝術的人 這樣一起去做的 那這個呢 就叫做 We are what we eat 那就是 叫做 全世界第一個 它說可以吃的NFT 那你聽到 那個Gimic 好像很有趣 那其實是什麼呢 他本身說自己會出250個NFT 那接著呢 但是在開賣的時候 他在今年的1月11號開賣 那就被人發現了 他是超額的去做了NFT 那所以呢 其實是 最後做了應該是400多隻 那到現在 官方的數字呢 是512隻的 一共有 那一開始的時候 minc就是0.095 你說值不值得 我就覺得 他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真的很懂得這個NFT行業的玩法 就會令人覺得他有點鬼 嗯 那所以他是Drop了一次的 那個Price 那些人會覺得他 沒有了信心 這樣對他來說 那但是呢 我想說的話 就是他的概念 是挺有趣的 那第一呢 就是 他這隻NFT 是用江振成 他是一個廚師 那他就有一個叫做八角哲學的東西 那再加上一個VR的導演 就是王心健 那他就是用這些NFT 去帶些人進去這個VR的世界 那也都同時呢 就是可以在餐廳裡 去吃到這個八角哲學的概念 去做出來的食物 那這八個元素呢 就是鹽 質 益 純水 風土 藍法 工藝和獨特 另外一個他們的partner 張逸君 就是一個舞蹈的老師來的 也是會透過這些現場的藝術 他也都用這些山林 大地 岸礁 海洋 這些這樣的 element 整集一個是不同層次觀感享受 的一個體驗給大家 但是呢 我覺得挺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個觀感享受 只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個在活動上面的交流 而你之後得到什麼呢 就是那個NFT 其實你就是可以在某一間餐廳 就是用這個NFT 你就可以點到一些隱藏的菜式 但是你也是要加錢的 那在吃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VR的眼鏡 去種樹 做一些互動 對 做一些互動 所以他那個project就叫做 We are what we eat 我明白 對 就是一個種子來的 而這個種子 應該是他VR的眼鏡 你看這個種子的時候 他就會看著這棵樹生長 成長 對 這個都挺特別的 對 但是如果你說 以一個投資角度的話 我就覺得一般 對 我想這個大多數商人買來 是貪得意玩多 對 沒錯 因為最主要 它跟現實的連結 真的太大了 而且我不是說 真的 有什麼很實在的投資性 在裡面 所以他出的數量都非常少 對 沒錯 但是你看到現在的價格 它還是沒有跌穿的 雖然它有了一次這麼大的失誤 因為我們現在做這麼多隻 NFT好像都很少 但是它都很低於1,000隻 對 沒錯 而這個我想跟周國賢 可能會有一些異曲同工 就是他們都是從藝術的角度 側面出發 對 就是這樣去用這個NFT 最後一隻我們想說的 就是大明星Snoop Dog 所推出的NFT 他真的跟最強合作 他真的跟Sandbox合作 他做了幾個NFT出來的 其實 第一個應該是這個Pass 叫做PartyPass 嗯 第二個就是Snoop Dog的Early Access Pass 然後第三才是他那一萬隻人仔 我們逐一說 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在Sandbox開賣 他就不是在OpenSea 也不是在哪裡買的 他是去Sandbox去買的 就是說你首先要在Sandbox那裡 有一個帳戶 你要擁有Sand在裡面 你如果有這個Private Party Pass 是有機會是可以去到他自己的Private Party 會可以在元宇宙 如果Snoop Dog有Concert的話 你可以買到票 你可以進他的Gallery那裡看他的東西 也有White List Asset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都是看這個東西 之後他有什麼Drop 他也是可以用這個Pass 就有White List 然後就是這個Future Multipliant Staking的意思就是Sandbox 是有一些好像側壓的功能 即是說如果你有這個Pass 可能你在那個側壓上面 你可能有一個加成 可能快一點 或者可能多一點 對,或者可能多一點 所以這個在Sandbox 其實一早就已經賣光了 真的很快 我們到UV來看得及就已經賣光了 對,就已經sold out了 然後這個Snoop Dog的Early Access Pass 就本身有5000張 然後就賣了3531張 現在還可以賣的 那個價錢就是525 現在對回今天 今天Sand便宜了 今天是2.8到2.9 如果你乘回的話 就是大概$1400 USD 但是為什麼這個反應沒有那麼熱烈呢 原因就是因為 有些人說了 就是你現在在Sandbox的Phase 2 就是Alpha 2 都是需要有它的Sandbox那個Pass 嗯 那個Alpha Pass 但是這個Early Pass 是不等於那個Pass 所以沒有那個其實都用不到這個 對,沒錯 就是如果你沒有Alpha 2的Pass 基本上 你也是不可以去到Snoop Dog那個區 用到這一張Pass 所以可能就是 為什麼它現在還可以買的原因 嗯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一個 它也有它的用處 因為它也有一個 Write List Access to 它之後那個1萬個Dogies Drop 嗯 而且它也會 可能會有 和你的質額是可以加成 它會有一些Sand的Reward 去給你Pay to Earn 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其實這一個用處 當然你說如果我根本上 我沒有想著 也都 自己也不會拿到Alpha Pass的話 我就覺得 可能這個投資 就未必是適合我們了 嗯 最後我們就說回 它那1萬個人仔 就是這些Dogies 叫做 它都已經賣光了 都是2月22號的時候 它就沒有公開講過 說什麼時候發售 就已經被人數了 應該都是一些Write List的時候 拿光了 你會看到它有幾個不同的元素 也有它自己的Rarity 我覺得這個潛力也挺大的 因為Snoop Dog本身 它的知名度有高 嗯 它那個 現在你說它的Art 大家都在說 Sandbox 對於它的期望很大的時候 它直接是和Sandbox 一起去合作出這些東西 所以背後的團隊 無論是它的社區 它本身的Artist的價值 其實我都已經是覺得是破頂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重點留意一下這個Project 好了 今天我們差不多了 下次再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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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